我们那时候就是 每次就是看你的电影 因为那会儿还没有电视剧 你的第一部电影是那个吗 是喜剧之王吗 第一部电影 然后我觉得最美的是那个 你在海边的时候 然后披了头发 穿了个衬衣 坐在那里 那你演那么多戏 你觉得哪一部戏 对你来说挑战最大最难 没有 没有 就比如说最苦呢 你觉得哪部戏我就说 拍完之后我觉得那部戏好苦 最苦就那个了 《衙门女将》 因为天气太冷了 我国语又不好 要背那些台词 我疯了 但那个真的好经典 我有一段时间还背过呢 从现在开始你要养我 只去疼我一个人 不许骗我 我开心 你要陪我开心 我不开心 你要哄我开心 永远都要觉得 我是世界上最美的那一个 从现在开始 你只许疼我一个人 要宠我不能骗我 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 都要做到 真的我的运气蛮好 真的我的运气蛮好 刚好碰上最 黄金年代的那个大电影 最好时期 对 刚刚好 那个时候你每天 每天都在工作 每一天 因为你的产量很大 对 每一天 因为每小孩 每一天都是工作 对 哪有 各种电影 排满的 飞到恐惧症 飞到一上飞机 就呼吸不了了 现在的我肯定 不会回到以前 太辛苦了 但那个时候呢 你是会很享受 那个当下呢 还是觉得 那个只是一份工作 我那个时候 没有把那个当我的工作 当我的人生 我没有见了轩宜之前 我一直以为她是那种